作词 李宗盛 说懂男孩行事在躲藏 跌倒爬起星空下仰望 穿上西装变成他要的其实模样 谁能没有受过伤 伤口是一种褪变的力量 不完美又怎样 雨过天晴遇见了光芒 不完美也漂亮 半双翅膀也能够翱翔 不完美又怎样 需要对未来还有满分的期望 爱情总有落脚的地方 那不完美的你我 终不散场 这段时间 我常常想起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这十年我一直在让自己相信 我已经对你没有感觉了 可是我知道 我还是爱你 你 你也爱我吧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爱你 那我更不能抛下你一个人去英国了 我们已经错过了十年 这十年里的每一天 我都在怀疑你对我的感情 我怕你是因为对我愧疚才跟我在一起 我常常向你发脾气 我想让你跟我吵架 我就是想看看你还在不在乎 你不会怪我吧 我不是一个好的妻子 更不是一个好的爱人 我过去只在乎我自己 我忽视了你 对不起 我真的觉得自己很没有用 跟你比 上班又算得了什么 我不去英国了 我想留在你的身边好好照顾你 我不需要照顾她 我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 可是我放不下你 你的应激障碍症要是再受什么刺激 随时都有可能发作吧 我可以陪你一起去啊 那你的公司怎么办 你辛辛苦苦创立的LS公司 公司不能没有你吧 还有单班金华业呢 公司有蒋江有大叔有小美 实在不行还有我吧 你放心 公司没了我照样会运转的 沈亿 我是真的不在意这道八了 可是我在意啊 我觉得你真的在意 我看你 我就是要美 我看你 你真好 你的爱 我看你 你看你 你真好 然后我看你 你真好 我看你的打招 然后我们做这个 你真的 我都会特别心痛 你知道当你 当你告诉我 你要去做那个修复手术 我有多开心吗 我们终于可以了清了 我终于不欠你们了 可你又突然说你不去做了 你是想让这道疤 再拖累我十年吗 谁一夜 老薇 我们离婚吧 我装应急障碍症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一开始就是想 就是想唤醒他对我的感觉 你明白吗 我没有想到他居然为了我 放弃了做手术的机会 他为什么要谁啊 你的意思是 要和孟茴离婚 是我错了 我一开始以为 只要让他陪在我身边 他就可以幸福 我没想到他为了我 放弃一个 可以修复伤疤的机会 你真的太过分了 谢谢 谢谢 你真的太过分了 谎话说得我自己都信了 我还骗着他 忘记了自己最想要的什么 他一开始 不就是想跟我离婚吗 我同意 等他恢复了意识 他就能知道 手术才是最重要的 你就这么放手了 这么难得的机会 虽然用了五年时间 才还得了手术 就这样放弃了 离婚 要孟茴去做手术 这样也许 可以彻底治愈他的 印记上还是什么 好 五点钟 新年化妆 不用了 我们梦会比任何人都会化妆 对对对 好 好 化妆师的钱就省了呗 七点钟 装扮彩车 我呢 那个豪车 我们沈总自己就有 虽然法兰里比较耗油 但是这点钱 他肯定省的 好 就有 好 婚车钱也省了 八点钟 摄影师照相师到会场 做全程的记录吧 记录之后我们 影像记录方面 我们有专业团队 沈总以前做过真人秀 有资源 MV也省了 关于这个鲜花的问题 最近是婚礼的旺季 从周边城市的调动呢 也只有两万五千朵 那凑三万朵有点困难了 不用了 不是 沈总 你误会我了 沈总 我的意思是 你要给我点时间 我想到办法 就一定可以有 一定可以有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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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新娘没有了 为什么 婚礼学校吧 有学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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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礼学校吧 沈亿 你这是 我的心况你也知道 比较特殊 离婚协议会走得久一点 我想我们先分居吧 今晚我就搬走 你要去哪儿 我搬到隋岸家 你放心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不会有你担心的状况发生 一定要这样吗 你之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你想跟我离婚 我这么做 这是要满足你的愿望 我知道是我没照顾好你 可是我真的不想离开你 可是我真的不想离开你 可我必须离开你 我不能再面对你脸上这道疤了 只有我们彻底分开了 我们才能过得更好 好 我会放手 你放心 我也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我已经让魏蕾过来陪你了 那我先走了 要不要我送你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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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付出越多 回报越多 魏建德 你们自己想想 沈总认识孟总以前 也没对什么事认真付出过吧 你是说付出这事还有总和的呀 人生就是这样 东边欠了账 西边就要补 也许沈亿之前在别的事情上计较太多 占了不少便宜 所以在婚姻大事上要吃更多的苦 所谓有赢有亏 有点道理 那还有救吗 沈总跟孟总会离婚吗 要不我们再想个办法 撮合他们一下 我看是没多少希望 我也觉得多次一举 没戏 不要 那太惨了吧 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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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他干吗屁股啊 谢谢你们 不用替我飞行 老板 你不要放弃啊 就当我死了吧 居然被扫地出门了 这是进身出户啊 我听说有人失恋以后 会用工作麻痹自己 那接下来我们的工作量 我听说有人失恋以后会性情大变 他不会比往更严厉吧 可是老板已经变了一次啦 从空门变成大方 如果再变他不就变回去了 从大方变回死空 看什么呢 看什么呢 他以前明明那么爱我 对不起 沈亿其实挺难对着心动的 当初我费了那么大力气 他也不为之所动 可能也许是我没有什么说服力吧 毕竟 我对隋胆也费了好大力气 他也没把我放在心上 我从来没有主动过 都是沈亿一直在为我付出 我在想 也许沈亿和你分开别有用意呢 你先别胡思乱想 其实 沈亿真的是个好人 这么多年来 也不知道他帮助多少孩子了 那你说你在意你脸上这道疤 是认真的还是骗他的 我也不知道 可是现在重要的是 沈亿他在意 促销策略 那我们就 降价酬兵 把我和孟茴一起研发 他的机关彩妆 统统打折 还有我给他准备的护肤品小药 一起免费送了 可是商品无缘用途降价 会被人怀疑质量有问题吗 我的婚姻我做不了主吗 我的公司我做不了主吗 可是总得要有个合理的解释吧 你就说老板娘跑了 老板不干了 甩卖 老板 我们是高端护肤品跟畅销彩妆 我是两元店 清新店 你看我们大家要养呢 我现在觉得爱情真的是个好可怕的东西 还是再想想办法吧 怎么能一直这样下去啊 嗯 好 我们来商量一下 怎么样再次把老板退入爱情的火坑 好 好 我们在家吃就行 一会儿出来我也没什么心情 不是我约了你 是他们 这些家伙给我发消息 说我帮你约了一个人 无论如何 都要让你见一见 是啊 这个人你还记得吗 小八 怎么是你 我是有名字的啊 我叫夏妍 以后不准叫我小八了 来 聊聊吧 你今天怎么没坏妆啊 别问了 这个时间差了 你不需要知道 以前的事情 对不起啊 不过那些事情不是我想干的 是许新尧让我干的 许新尧 嗯 他呢说是给我钱 让我去审议公司上班 还让我脸上贴了八分贴 沈亿就把我误会成你了 他觉得我脸上的八是他弄成的 所以他很愧疚 想见一切办法补偿我 他简直是太贴心了 而且那么完美 所以不知不觉 我就把这些当成真的了 我也就喜欢上他了 如果没有我 或许你们早在一起了吧 他也会因为你的八 对你好无保留 不是的 他曾经跟我讲过句话 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 他说 因为我这道八 他可以给我一切我想要的东西 但是唯独爱情不能给你 愧疚和爱情是两回事 他不想欺骗我 也不想欺骗他自己的心 干吗 你不相信啊 那我没必要 跑这么远过来 说这些谎话骗你吧 我相信你 我也相信他 其实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我对他喜欢 不是真的喜欢 又没过多久 会也不愿意相信他吧 愧疚和补偿对于我来说 没什么了不起的 也不至于让我对他念念不忘 可能喜欢的就是那种 我恋爱的感觉 一个大帅哥 对我毫无保留的好 可以让我得到我想要的 一切的东西 还有啊 这些人 他们跟我说 你跟沈亿要分开了 当时我听了之后都惊叹了 你确定吗 你这个男人你要是不要的话 也许 你不该有机会哦 对了 这个 我走的时候我把还他了 那我还给沈亿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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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总啊 我们知道你们最近的感情 出了一点小问题 两个人都不好迈出这一步 所以我们帮你约了沈总 今晚六点 在你们的老地方 不见不散 你可一定要去哦 他现在还愿意见我吗 对啊 沈总他就是嘴硬 其实心里啊 难受得要死 最近饭也吃不好 觉也睡不好 全靠退黑素在续命 还吃苦瓜益当年呢 你俩再不和好啊 咱们的公司都要变成恶便店了 拜托拜托 老板 听完台六点 再给你和孟总一个机会 老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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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你啊 对啊怎么是我 要换鞋吗 不用不用 這個送給你 你是特意來送這個的 不不不 是多謝 我跟我們無敵的 洋梅 真招 過 更金 喂 喂 孟茴 沈亿喝多了 好 那我现在带她过去 来 我还能喝 我还能喝 沈亿 不就是失恋吗 谁没失过来 有什么大不了 可我这是离婚 我不想离婚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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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干吗 你干吗 哎呀 哎呀 哎 孟茴 你原谅我 可以吗 你跟我去帮手术做 好不好吗 沈亿 来了 孟茴 怎么了 这个一言难尽 他喝多了 要睡马路上 我就只能把他带这儿来 没事吧 沈亿 孟茴 我还要赶飞机 这儿就麻烦你了啊 我就不帮你了 你帮我把他搬到 搬去 好热啊 沈亿 沈亿 我这里倒杯水啊 他把他搬出了 去吧 沈亿 沈亿 莫沈 我明知道我抓不住你 你还躲到里面 孟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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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来了 行 我在这儿呢 你不是 孟茴在里边呢 孟茴她觉得我不爱她 觉得 我对她是愧疚 她又躲起来了 我没有躲在里面 我知道 你对我不是愧疚 你不知道我 你让我证明我爱你 那我要怎么证明吧 反过来 你说你是爱我的 我就信了 我不要信 你不爱我 我 我爱你 那你给我证明 孟茴姐 你证明 你爱我 你教教我 怎么证明你是爱我的 等我学会了 我就证明给你看 老婆 老婆 你说话 老婆 我们两个 从山巴开始 但是我爱你 不是不成了 你以为 我想爱上你吗 我自己根本控制不住我自己 我不想 我想让你修复伤疤 这样我就不欠你的了 我们就了清了 多好啊 可你就是不去做 第二次你也不去 那我 我不一直还是劝着你呢吗 更草莓的是 我还爱上你了 你说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故意 引起我的注意 你就不认了 试试 好了 好了 你喝了多少啊 一瓶啤酒 一瓶啤酒你醉成这样 一瓶红酒 一瓶白酒 不对 半瓶白酒 沈亿 你信不信你明天起来 一定会后悔的 你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我去打他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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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问你一次 你爱我吗 只要你说 我就信 误会 我对你 是愧疚吗 不是 我爱的是你那道伤疤 沈亿 沈亿 你怎么 你别吓我 沈亿 你别吓我 沈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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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我 沈亿 沈亿 嗯 你 你们干吗 这么看着我呀 莫贵 我是不是喝多了 然后我们吵架了呀 没关系 我都已经想通了 既然你想让我去做手术 那我就去 那 那你放得下吗 你和我一起去英国呀 那 我的公司 公司有蒋江 有小美 有大叔 他们都在呢 那 我们还是离婚吗 不离了 那 那我的应急障碍症能好吗 这得看你最想要的是什么了 可能我们以为你想要的 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 这得当事人心里清楚 自己真正的愿望是什么才行 快接近了 现在 我们这么多年的好兄弟 你知道我的性格 所以你不要瞒着我 我是不是得了什么绝症 所以大家才 你放心 我这段时间也经历了很多事 我有这个心理承受能力 你就告诉我们吧 急性酒精中毒 我这是第二次演武方班了 孟茴大半夜给我打电话说你昏倒了 不能喝咱就少喝点 大半夜的一群人来医院陪你睡觉啊 你可真行 还不是你带他去喝酒的话 我拦不住啊 对了 琴琴 婚礼可以重新举办 好好好 对对对 您去公司 好 喂 这里是婚礼公司 你好 哪位 你好 我是LS公司的蒋江啊 我这边有一个好消息 想要告诉你 我们沈总的婚礼啊 可以如期举办了 想问一下你最近有没有时间 来公司一趟 重新确定一下婚礼流程 对 然后 再 再来 再来 对对对 再打电话 再打电话 好好好 我再打一个 您好 本人不在电话旁 我是陆音 这里是已经转行的婚请公司 如许我从操就业 请预付全款 全款就全款 沈总啊 听说你二位又获军重元了 恭喜恭喜啊 那好 那我们就公司见 好嘞 trag DIRE 太阳了 你已经回到新船 银了 绝对 慈许你 准备 重归于好了 我跟英国那边说一下 等他们两个结婚婚之后 我再走 你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对不起 你 附近 Kyu 好 漂亮 孟茴穿婚姿好漂亮 我也想穿 孟茴 我为了你牺牲可大了 这么多年 谁见过我素颜啊 为了给你当伴娘 我豁出去了 威蕾小姐说 为了要衬托孟茴 今天素颜 你放不放 你不亲你 你这叫素颜 半永久了 来 好 林总 先生 林总 我妈肯定是有的呀 哎呀 三宗啊 我给你 我给你 你来了 来来来来 签字签字帮我 签个字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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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我在中间 不合字了 好好好 来来来 快快快快 来 好 好好好 带你们参观一下 好好好 参观一下 好 这边请 走 嗯 许总 您今天怎么会来 我跟沈亿这么多年同事 来喝个喜酒不过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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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效率可不高啊 我能进吗 好 我能进吗 我能进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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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美好的不真实,如此无语伦笔 你的双眼像钻石凝视着 我,你是黑夜中的谣言醒我 别让我,在时间坠落飘泊 我,眼睁我,生起心守护着所有的角落 让我,也爱过 我,也爱过我,少日太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